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能否维系英伦三岛以及英联邦舆论看法不一 有分析认为 女王去世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苏格兰或将在明年10月19日开展第二次脱英公投 一贯主张脱英的新分党赢得北阿尔兰最多席位 正在为公投做准备 与此同时 一些加勒比国家 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制道歉赔偿 废除君主制 走向共和的声音变得更加响亮 安迪瓜和巴布达将在三年内举行公投 亚买加也在推动过渡到共和制国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脱离英联邦的呼声四起 9月6号 英国迎来本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 面对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 特拉斯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短命首相 以丽莎白二世去世 英国君主制是否已走到尽头 军主在今天的英国政治中 它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 年轻人也非常非常认可 澳大利亚也好和加拿大也好 早晚都会走向共和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英国后院会不会再次起火 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当中 英联邦不会发 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是大概率的事 举不举行公投不是苏格兰说了算 而是伦敦说了算 在苏格兰或者说类似的北爱尔兰 甚至维尔斯多岁上 英国政府已经无路可退了 一虎一席谈VK送走女王迎来女巷 大英帝国能否续梦 一虎一席谈有话大家谈 开空调除甲权 欢迎收看格力除甲权空调 为您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席谈 您知道全世界有20个国家 有国王跟女王 但是您能记得谁是哪个国王 谁是哪个女王 你能叫出她的名字吗 恐怕不见得 但是我一说女王 我相信很多人马上联想到 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但是她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是查尔斯国王三世 可是她能够像她的母亲一样有威望吗 接下来的英国怎么走下去 还有中英关系又会如何地发展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好好谈一谈 一开始我要请教在北京摄影棚的四位嘉宾 您在画面里可以看到 英国的象征伊丽莎白二世 她再位70年 英国的首相特拉斯形容她 说伊丽莎白二世是现代英国的基石 你呢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她 我们都说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时刻 志改兄 您是四位嘉宾 唯一跟她近距离接触过的 有哪些印象 其实我1985年陪同国务院总理 访问英国的时候 在白晋汉宫见过女王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尽心尽职 她对自己 对家庭 对王室 对英国 对英联邦 都是尽心尽职 而且她品格比较高尚 没有什么丑闻啊等等这一点 还有一个 她真正的是希望能够把英国 英联邦和王室这个大家族团结在一起 她尽心尽意了 这一点给全世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来 赵晨 一个词来形容 你会选哪个词 我会选优雅 她用她的和蔼 用她的温馨 用她的谨慎 用她的品德 赋予了英国王位 她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让很多的人 包括英联邦国家的人民 觉得他们心甘情愿地 愿意尊奉她为这个元首 洪建兄呢 刚才两位可能更多强调 或者她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 我想我感受最深的 还是更贴近平凡人的一面 就是平和 大家之所以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还有印象的话 我想不仅跟英国的国家形象相关 更和她本人的这样一种 相对平易的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也有很大的观念 来 曲斌 您的答案是 我会选责任心这个词 责任心 对 因为女王从她登基开始 一直到她去世 其实她一直在履行 作为一国君主的这个责任 她是尽心尽责的 我们知道英国是虚军 其实她没有太多的权利 但是呢 她又有一种潜移默化 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英国人怎么样来看待 她们的这位女王呢 马上 联系的是中国英国商会的副主席 Julian Fisher Mr. Fisher asked British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Queen Elizabeth II I think her death affected me and a lot of other people more than we expected and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reasons for that I mean she was an institution you know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at it means to be British is fish and chips it's football it's Queen Elizabeth II so I think losing her is losing a par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British I also think that she was a model of service you know her decorum you know the way that she held herself she always put the country first ahead of politics or anything else but also I think she connected lots of different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我们再跳到伦敦现场 跟我们联系的嘉宾是英国 皇家史学会的院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正教授邓刚 邓院士 您是研究历史方面的专家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他 此时盖棺论定 有哪些独到的见解 请 2002年 女王50年大庆 近距离和女王接触我 女王问我 你从哪来 我就如实照答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现在在伦敦经济学院 如何如何 非常和蔼可亲 女王的个人品德 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评价 一是忍者爱人 二是内圣外王 获得了所有各阶层 各种族 各文化的认同 但是历史往前走 现在进入了是一个国王的时代 那就是国王 查尔斯国王三世的时代 73岁查尔斯成为英国的国王 去年纽约时报民调却说 他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 他是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他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居凯兄请说 我觉得查尔斯三世的挑战很大 因为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之后 英联邦本身面临着要进一步变化 有些把英国女王奉为国军的国家 可能会走向共和 另外英国本身也有可能分本离席 因为苏格兰还是威尔士 还是白尔兰都有可能要进行公决 进行独立 这么一来的话 查尔斯三世担任国王 他所面临的英国 他所面临的英联邦 乃至于整个世界 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英国在国际上的作用 有可能江山日下 马上叠牵 Julian Fisher 我们知道英国 现在你的国家 已经来到一个新的时代 能不能查尔斯三 成为一个影响的王 就像我们称呼善 请问他 我认为是很难的 很难的 很难的 他会来到公司 她是最后的 他现在是在他的宪宫 但是我认为是非常不一样 但是也很分之法 我们有很多社交媒 24-Hour News 我认为是有很多 安全的社会 所以我觉得是很难的 但我们也认为 他们也认为 他很坦克 在他的期待 他当初的代表 維持環境 關注環境的環境 環境的環境 所以我希望他會把他當王的聰明 謝謝 媒體用這樣的斗大標題說 女王是見證了大英帝國的終結 而查爾斯國王將可能 見證君主制的終結 您認同這樣的分析舉 贊成相反 3 2 1 哎呦 四位嘉賓 對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來 洪建雄請說 的確查爾斯國王 他會是一位爭議性的人物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做王储的時候 不僅他的個人生活方面 成為英國家談相義的一個話題 同時他之前還曾經爆出過 有意要干涉政治的這樣一些傾向 應該說這樣一些東西 多多少少犯了英國社會的一些忌諱 而且現在他繼任以後 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會生活在他母親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巨大的陰影之下 因為人們會不自覺地 拿她和她的母親做對比 對 越對比這個反差越強 這差太多了 那肯定啊 所以對他的失望情緒 會不斷地上升 但是對他的失望情緒 是不是就會導致 英國君主制的瓦解 我覺得這是兩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 我們從公用上來說 其實英國現代政治 我們現在看 不管保守黨和共黨 鬥得如何的死去活來 然後他的所謂的議會政治 如何自我標榜 是西方民族的這個祖母等等 但是我們發現 其實英國的政治體制裡面 如果缺乏了王室這一塊 缺乏君主立憲的話 英國的政治的穩定性 就將從此失去 所以我想即便是 從這個功能角度來說 英國短期內 在可見的未來 也不可能終結君主制 在現在呢 這些民意的反應 又代表了什麼 這些民意 沒有辦法催化改革嗎 曲斌 肯定會 因為時代不同了嘛 至少在女王這個時代 她實際上是給 現在的君主 樹立了一個榜樣 查爾斯呢 肯定要考慮到 她怎麼去做好她的這個角色 但我還是想強調 君主在今天的英國政治中 她的作用不是可有可無的 她首先她是 歷史延續性的一個象徵 也是國家穩定的一個象徵 我們都說 鐵打的女王流水的首相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形象的一個說法 你用的一個比喻非常好 鐵打的女王流水的首相 我們在過去的這個英國的歷史 但是事實上看到她 有人就覺得 她不會是鐵打的國王 馬上轉到在英國現場的鄧剛院士 鄧院士您的觀察 我覺得呢有兩個問題 第一呢就是 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 是有退位的可能 所以呢它並不是 就是我一直幹道題終身制 實際上它有很多制約 再一個呢就是如果英國 或者我們說英倫這個四國 要廢除君主制 有沒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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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是全民公投 但是這次呢 我觀察了就是 女王的這個葬禮啊 出殯呢 發現有很多年輕人 一排排十幾個小時 去悼念女王 說明了君主立憲制 不僅是中老年人的 這種習慣的這種 政治生活方式 年輕人也非常非常認可 那麼我們就要考慮 為什麼英國君主立憲制 如此的根深蒂固呢 其實你仔細想呢 君主立憲制 相當於我們家庭的 比如汽車保險啊 這個房屋保險呢 我們的個人這個健康保險 你買了一個 這個政府政治平和 這個團結和平的保險單 一旦出了毛病 這個君主就有一兩拨千斤的能力 比如說他可以任免首相 他可以解散國會 他可以宣戰 這個政府的保險單 政治的保險單 國家和平的保險單 確實在英國是根深蒂固的 你這個比喻特別有意思 但我跳出一個角度來講 這個保險單 你在聯邦之內呢 你可以延續下去嗎 你看英聯邦王國 在伊利莎白二世時代 17個國家就已經脫離了 他們已經轉成了共和政府 包括安提 瓜和 巴布達 亞美加 都已經在往這個地方 不要做調整了 更不用說我更關心的就是 除了這三個國家 我相信電視觀眾講說 這三個國家我沒聽過 但是接下來幾個國家 他動作的就不得了了 你包括澳大利亞 包括新西蘭 包括加拿大 他在未來脫離英聯邦 邁向共和制的機率有多大 洪建兄 我們知道英聯邦內部 實際上這種討論 一直沒有停過 就是是要共和制 還是要君主制 是要承認英國國王 為我們的元首呢 還是我們要選一個 自己的總統等等 但是我覺得咱們要看 因為英聯邦從早期的 那麼多的國家 現在縮水 尤其是現在還共同 認同英國王室的 這樣一些國家 越來越少 英聯邦這個概念 對所有的英聯邦成員國 它不是一樣的 包括您剛剛提到的 加拿大也好 澳大利亞也好 對 新西蘭 對 這些看上去 都是所謂白人為主的國家 應該說他們在這種 血緣上的 政治文化上的認同 和英國的認同更強 但是因此 他們也會有一些更多的爭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同樣 把英國的那種 所謂公開討論 要尋求 所謂自由的這東西 也拿過來了 但是我想這個並不意味著 這些國家呢 真的會從公共的討論 轉化為一個實際的行動 尤其是我想 現在其實會有一些新的因素 反過來會加強這個 他們的凝聚力 軍主立宣之下的這種凝聚力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英國政府 它可不可以利用王室 去反過來倒推這種 分離的傾向 但是新西蘭的總理 很明確地表示說 至少在他有生之年 他覺得可以看到 他們新西蘭會走向共和 造成 對 現在新西蘭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澳大利亞的情況 也不太樂觀 實際上澳大利亞 在今年議會選舉以後 這個工黨現在變成了 第一大黨 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和第三大黨 綠黨 都是主張要廢除君主制 要走向共和的 那現在當然像崔老師說的 女王的離世 給整個英聯邦 注入了一劑安慰劑 就是大家都不願意 在這個時刻 去說脫離英聯邦 擺脫英國君主統治 所以現在的澳大利亞總理 工黨總理就說 在我們這個任期之內 是不會舉行 有關澳大利亞走向共和的 或者擺脫君主統治的 這樣的一個全民公投 但是我們知道 澳大利亞的一任政府是三年 所以三年以後 情況會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要看 查爾茨三世國王的表現 我覺得英國民眾 尤其據說 有一百多萬人排著隊 去瞻仰女王的羽絨 這確實是非常利能 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應該把英國老百姓 對於女王的愛戴 等同於英國人 或者英聯邦的人 對於君主治本身的愛戴 我認為當今世界 共和制是大趨勢 所以蘇格蘭也好 澳大利亞也好 和加拿大也好 早晚都會走向共和 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 我也覺得在這些英聯邦國家裡面 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 是比較有可能 在幾年之內走向共和的 也就是說不再尊奉英國的君主 為他們的國家元首 我覺得因為在澳大利亞這個國家裡面 它共和的這個力量是比較強的 而且之前也搞過全民公投 其實是40%多的人是主張 就是採取共和制的 這是就澳大利亞這個國家來說的 但就整個英聯邦來說 我覺得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比較鬆散的俱樂部 所以它這個鄰居力不是特別的強 所以蘇格蘭人堅決不會吃這一套 它明年肯定会要求公投 苏格兰在未来十年 真正一刀两断的可能性 非常小 即使有了这个公投 它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又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A的行列 我们要跳到美国现场 美国德克萨斯的现场 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曲凡夫 凡夫我们刚特别谈到了 其实英国在查尔斯国王三世 他登基之后到现在为止 他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凝聚力 现在有人讲说英国自己本身 还包括英联邦来讲 就是一个离心力跟凝聚力的拉扯之战 你怎么看待 查尔斯三世登基之后 它的的确确英国面临着 一个凝聚力的问题 但是刚刚我也听到了 几位嘉宾的一些意见 但是我认为各位可能是 把这个问题过分地扩大化了 我认为我个人的判断是 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当中 首先联合王国不会垮 然后第二是在可以预见的 一个未来当中英联邦不会垮 那么至于说您刚才也讲到了 可能有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这些国家是不是会走向共和制 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目前以国王本身的这个情况来讲 它会影响联合王国以及英联邦的走向 我不认同 好 在查尔斯三世它登基之后 开启它所谓的春朝行动 首次是以君王的身份访问了苏格兰 北爱尔兰 威尔是这三个地区 那么在查尔斯三世的时代当中 英国的这个后院会不会再度的起火 我们就先来观察第一个观察点 苏格兰好了 苏格兰的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 他宣布 不管英国政府是否同意 他明年都将推动苏格兰的第二次脱英公投 2014年的时候 首次公投55%的选民是反对的 但这一回呢 苏格兰明年难道是脱英 一定会变成定局吗 志凯 我认为第一个明年公投肯定是要做的 第二个明年公投最后的结果 很有可能是同意脱离的 要多于 跟上次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上次公投之后 英国又脱欧了 而脱欧现在看来后果也是非常糟糕 所以苏格兰它很有可能要求 我继续要加入欧盟 这么一来的话 从苏格兰和现在的大英帝国之间的矛盾 几乎是不可愈合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应该这么说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 她做的其中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是她通过自己的魅力 把整个英国四个部分 揉在一块了 那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归西了 那苏格兰人可能说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现在女王已经换成国王了 分道扬镳的开始 分道扬镳 而且查尔什国王确实在道德魅力上 远远地不能跟伊丽莎白女王相提并论 所以他们说 也许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 明年我们公投 然后看看公投的结果怎么办吧 所以我觉得WDG北二人联合国王国 你觉得他说到做到的 一定会推行明年 受总正寝 对 洪健 对此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首先我认为 推动独立公投毫无疑问 是以斯特金为首的 这个民主党也好 或者说苏格兰的一些 独立人士也好 他们想要推动的 但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我们看2014年的独立公投 2014年那个时候 英国没有想到他会脱欧的 换句话说 还在欧盟的背景下 其实所谓的主权问题 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 你脱来脱去 你不还在这吗 而且你还有个更大的框架是欧盟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你脱欧以后 英国就剩下英伦本岛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再有一个苏格兰分离出去 那反过来 其实这个问题要提给英国王室和政府 有谁愿意承担 让苏格兰分离出去的这个责任 谁敢承担 谁能承担 如果你不能承担 不敢承担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从约翰逊政府时期 就可以看出一点 英国人现在已经在思考 英国政府 至少保守党政府在思考一个问题是 在苏格兰或者说类似的北尔兰 甚至维尔斯的问题上 英国政府已经无路可退了 不排除 英国会政府会采取政治的 法律的 甚至安全的一些手段 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好好看看这个 苏格兰跟白尔兰寻求分家闹独立 是不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很可能快的就是五年当中 这些大不列的王国 它的版图要重新地缩版了 这一幕会不会可能实现 刚刚同一个战队的志凯兄跟红翰逊 已经也都已经闹分家了 两个有不同看法 我看看赵诚跟曲兵 亮出你的观点 赵诚你认为是苏格兰有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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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 就算公投结果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举行公投 不会举行公投 虽然斯特金他作为 苏格兰民主党的党首 竭力地想要去推动 在苏格兰举行公投 但是举不举行公投 不是苏格兰说了算 而是伦敦说了算 就是说要由英国议会 和英国首相他们来说了算 那当年布莱尔他同意举行公投 那是因为他测算了 即使举行苏格兰公投 赞成独立的人也拖不出去 那现在如果说 在苏格兰民主党 多年的鼓动之下 现在像高老师说的 支持独立的 支持从英国分立出去的 苏格兰人占多数的话 那伦敦就不干了 我不会允许你举行公投 但是他就讲了前提 他说我不管你英国政府 同不同意 我也会进行这个形式上的公投 我打断一下 斯特金这个话 是说给苏格兰那帮 支持他独立的民众听的 因为民众只喜欢听这种 很痛快的话 但是后面 你这个所谓的独立公投 需要走什么程序 你在法律上完不完备 你在政治上可不可行 他不会给民众交代 志凯 我觉得明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 是大概率的事 另外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威尔斯 在查尔斯国王上任以后 他任命他的儿子 威廉王子担任威尔斯亲王 然后威尔斯一个委员会 开会说 查尔斯国王任命 他的儿子担任威尔斯亲王 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有来咨询过我们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军组制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大概率是 苏格兰明年要举行公投 而且如果苏格兰独立的话 白爱尔兰很有可能要求独立 有要求要 威尔斯也有可能独立 英伦四个部分 有可能就剩下英格兰本身 还继续 另外一个 英国最近几十年在世界上 第一个到处去捣鼓 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独立 自由 公投等等 所以他自己做点自服了 现在火烧到他自己家门口了 他怎么能够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说 我同意其他的地方的人 进行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就不同意苏格兰人 你听我说 苏格兰人坚决不会吃这一套 他明年肯定会要求公投 最后公投赞成独立的是大概率的 你已经都已经预测了 大预测 我在国际上都公开地说 我支持苏格兰公投 支持苏格兰独立了 来 等一下美国现场的樊夫 樊夫请说 我觉得高老师 您刚才的意见 真的是有一些过于的异乡情态了 苏格兰能不能举行独立公投 在可以预见的 起码在保守党政府 未来执政的几年当中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不是说像您所讲的 说苏格兰他想要去公投 然后他就可以不管伦敦的意见 他去公投 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不合法的 这件事情在英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如果即使有了这个公投 他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 然后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呢 苏格兰会不会脱离一个君主制 这是一个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首先英国国王 他是联合王国的君主 所以他既是英格兰的国王 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国王 而且甚至从这个法理的角度上来讲 最早在17世纪的时候 是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 来到了伦敦 继任了英格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 所以说很简单 今天的英国君主 他一定会是苏格兰的君主 那么苏格兰独不独立 这是一回事 我认为它不会发生 其二 那么说苏格兰即使说退一万步讲 苏格兰独立了 它依然会是一个和联合王国 其他部分形成一个共主的关系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从财政来说 英国就是我们说这个大英帝国 或者说联合王国 始终对苏格兰是有特会权的 这是一直对苏格兰的税收 都是远远优于对阿尔兰 对威尔士 对英格兰税收 所以英国人自己私下说 让他们就走就算了 我们这负担也被够了 多少年来都是苏格兰不交税 我们交税 然后来资助苏格兰 所以实际上对英格兰来说 苏格兰真的是一个财政包袱 就是他要真要走的话 其实也可以 就是如果苏格兰假如说 退一万步说 真的独立了 他们不会轻易地离开英联邦 所以这个维系的这种可能性 那纽带还都有 苏格兰在未来十年 真正一刀两断的可能性 非常小 非常小 到目前为止 志凯兄你还坚持你的观点吗 我坚持 对 你还想坚持你的观点 我们到明年就能看到公投 是不是举行 以及公投的结果是什么了 好 来 取评亮出你的观点 你是在谁那边 我们从苏格兰民主党的角度来说 他更多的确实是 拿独立公投来争取这个选票 而且他自己也说了 他要争取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 而且他又退一步说 如果政府不同意的话 我会把2024年举行的全国大选 作为一个民意的测试 如果那个大选我还能赢得 足够多的支持的话 就证明老百姓是支持我的 我还会再推这个独立公投 是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 不要把现在的情况 等同于2014年的情况 2014年实际上对苏格兰 所谓的独立运动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因为当时的首相卡梅伦 保守党的卡梅伦 他为了他自己的私利 为了保守党连选连任的私利 他实际上是和苏格兰方面 做了一个木头交易 这个交易就是说 我能够赢得下一次的大选 那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来搞公投 这样的机会还会出现吗 也许还会出现 为什么 如果保守党 甚至是工党内部 再出现这样一个 把自己的利益和党内力 这样的首相的话 对 看得更高的这样一个 但是我想有了前车之鉴 现在如果谁还敢在 苏格兰独立的公投 这个问题上放水的话 我想无论是他党内 还是英国政治体制内 都会给他非常大的压力 Julian Fisher Will Scotland break away from Britain next year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Scotland who would like independence and I hope that there isn't I think that we're stronger together but I also believe in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I think if enough people in Scotland you know a big majority not a small majority a big majority want independence and they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ore progressive and successful country by being independent then I would support that Thank you 如果换到北爱尔兰呢 北爱尔兰这个烫首山域呢 请说 教程 北爱尔兰现在当然是由新分党 来在北爱尔的地方议会里面 去担任第一大党 它的宗旨呢 还是希望能够脱离英国 那这次这个英国政府 特拉斯希望去撕毁这个北爱尔兰书 无疑又再次刺激了这个新分党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英国政府是非常狡猾的 它会想出很多的策略 不让你去举行公投 或者是破坏你的公投 所以你觉得在程序上来讲 技术上的程序 都可以阻碍他们的进行 对 它有很多官 你需要很多官 很多方法 英国和欧盟达成了一个 有国际约束力的协议 就是关于北爱尔兰 它的关税边界 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 到底建在哪里 达成了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因为 爱尔兰共和国是欧盟成员国 所以你很难说 把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 建一个硬的边界 把它给隔离了 老百姓不答应 所以现在英国人为了脱欧 他建了一个所谓的虚拟的边界 但是很关键 英国现在要反悔 英国反悔 欧盟就说 那你违反了国际协议 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总统 美国其他的领导人 都对英国人说 你不能够违反 已经达成的协议 如果你达成协议 违反这个协议的话 会有不可测的后果 从这么一来说的话 其实百二兰的情况 跟苏格兰很不一样 百二兰要看英国 到底怎么样对待 英国脱欧的时候 跟欧盟达成的那个协议 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在百二兰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百二兰的问题 不像苏格兰问题那么复杂 因为它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的空间很小 前有贝尔法斯特协议 现在有北二兰预议书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就把 百二兰的问题管得死死的 当然特拉斯说 我要试图去撕毁北二兰预议书 这是典型的讨好民众的 不负责任的说法 因为它如果真下来 它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因为北二兰预议书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后面体现的是 贝尔法斯特协议 如果说它要通过 动北二兰预议书 从而触动到 贝尔法斯特协议的话 它会招致几乎 所有盟国的反对 这样大的压力 特拉斯做好准备了吗 没有 特拉斯他现在是一个 满身带刺的刺猬 特拉斯首相不是田娘子 最多他是一个空心粉首相 特拉斯政府出台这些对策 实际上它是找到的症状 但药方还是比较弱 英虎西坦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英虎西坦现场 就在一周之内 我们看英国的往事 已经是王朝更迭 不仅王朝更迭 首相也换人了 这有人说对英国来像是 真的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代 您在画面上所看的 就在9月6号 英国迎来了历史上 第三位的女首相特拉斯 之前特雷沙梅任期三年十一天 约翰逊比这一位前任 多了33天 那特拉斯呢 他有没有可能变得是 英国60年来任期最短的首相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赵辰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特拉斯 他现在是一个满身带刺的刺猬 满身带刺的刺猬 他不仅得罪了英国很多民众 他现在的民意支持率 在20%以下 同时他也在国际上四处挑事 我觉得甚至包括了一些盟友国家 对他也是心存忌惮 其实现在对他说不利的是呢 因为即便他能够顺利地 熬到下次大选之前 他剩下的时间也是最短的了 因为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如果有勇气 而且有把握 他可以像约翰逊那样 提前举行大选 提前举行大选的话 这样倒可以为他延长任期 不至于成为最短的那个 可以提供条件 请请请请请请请 I don't think that she will be successful beyond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think tha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t the moment and especially what we're looking at with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e UK So I'm not sure she'll make it past the next three years, no But we should be the second Margaret Thatcher? Is it possible? I think she wants to be. She certainly dresses like her But I think Margaret Thatcher came to power in a very, very unique time And I would argue maybe a time when there was more opportunity to make big changes to society I think the UK now has a lot of issues to deal with You know, to do with the fuel crisis, to do with the economy All of these different areas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hard for Liz Truss to assert herself In the same way that Margaret Thatcher did I think she's probably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issue She can be able to know what she needs to do at the moment and what she wants to do at the moment and what she wants to do at the moment I think she doesn't have a strength to be progressed I think she doesn't have enough success to it I think she doesn't have enough, she cannot run I think she's going to want to run So everything, she's going to have some memories I think Chancellor's a long sense over the last Batman has turned out The UK which is Kamalすごい préal布团 包括了減税推动经济 应对能源危机 还有改善医疗服务 真的是打到了关键点所在吗 我们在美国现场的是 凡夫来做补充凡夫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 这三大优先事项 恰恰就可以回应 刚才我们有讨论过的 就是特拉斯到底是不是一个 就是没有主见的 是一个随风飘摇的 这样的一位首相 我个人认为他能够提出这三点 恰恰就证明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所谓通过新自由主义的 这样一种方法 能不能够短时间之内 解决英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呢 我觉得是不能的 而特拉斯他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最终在保守党党员的投票当中 赢得了这个选举 获得了保守党的党魁 维合英国首相的这样一个位置 他是恰恰是靠着 他对于未来的一种规划的能力 而不是现在简简单单的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短时间之内 我民众需要什么 我就去说什么 我觉得这恰恰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在跳到英国的现场 我要特意请教的是邓刚院士 邓刚院士您在英国待了这么久 所以你见证英国 他整个经济从盛到衰 现在面临新的挑战 高盛就预计英国的经济第四季度 开始进入衰退 明年GDP可能萎缩0.6% 通货膨胀加上经济衰退 英国将会回到上个世纪 70年代的滞胀时代 英国过去在全世界的GDP的 经济体量是站在第五的 现在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 第五的这个顺位已经让给印度了 所以有人就做个联想 就说你看随着现在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时代已经过去 还有包括英镑的影响力 在接下来 是不是也会慢慢地萎缩 邓院士您的观察 英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是G7这些复国 共同面临的问题 但有两个有英国特色 第一呢 英国的虽然GDP在放缓 虽然通过膨胀在增加 但是英国的就业率 倒是维持得不错 再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保守党政府 和它相对的工党政府 并没有拿出比它更好的办法 所以呢目前呢 就是说 假如说 这个我们说腾拉斯政府 虽然不是最好的政府 全球化脱钩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维持会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在英国的能源 并不靠欧洲其他国家 英国在北海有自己的汽田油田 而且英国呢 它主要的能源的来源 主要是丹麦 所以呢 欧洲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英国的能源是可以确保的 所以我对英国的 能源的心理非常好 谢谢 再回到北京攝影棚线 请你用你的题板 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有人说 现在已经进入了 是全新的 查尔斯国王三世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当中 没有了伊丽莎白 二世的威望 现在英国的国力 会不会已经开始 迈入个新的 往下坡的阶段 你是认同的吗 三 二 一 我先看一下 志凯是正同的 赵成是认同的 曲斌不赞同 弓箭不认同 来 曲斌请说 英国的国力 或者说国运 肯定是在走下坡路的 这个趋势是这样 它的影响力呢 它的影响力也是在减弱的 大趋势是这样的 但不能说是断崖式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 它还是有很多这种韧性的 包括它这种 科研能力什么的 政府其实是意识到 这个问题是所在的 包括我们刚才说 特拉斯政府出台这些对策 实际上它是找到的症状了 但要方还是比较弱 我觉得实际上 从二战以后 尤其是从苏伊斯危机以后 英国的政策 就是manage decline 它知道自己在衰减 但是要防止迅速的衰减 所以从现在来说的话 英国最多最多 还是在manage它的 decline 就是它不要衰减得太快 但是七国集团里面 现在通货膨胀率最高的 是英国已经超过10% 预计说要突破15% 甚至有更恐怖的数字 所以有可能要接近20% 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当英国通货膨胀 冲破天花板 当它的罢工不断地在进行 然后当它在北海 刚才说有油有气 不假 但早已过了它的peaking period 早已过了它的峰值了 同时它核能 一直说要重新再搞核能 但是一直拖着后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英国现在的危险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前景是非常的暗淡的 即便是英国有很多 出类拔罪的 比如说它科技 重新等等 文化这方面是有 但是前景还是令人担忧的 我现在发现在这个观点上 我是唯一坚定的反对者 刚才取平虽然也反对 坚定的反对者 对 第一个 这个时代在变化 英国也好 西方也好 其实他们意识到 就说如果按照现行趋势往下走 就像您刚才讲的 如果我整天去算GDP排名的话 今天是印度 明天说不定就是别的国家 因为从人口规模 从英国脱欧以后 它的市场规模来看 不断地缩小 如果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 它肯定是持续的 所以现在英国和西方 想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重新定义 什么叫大国 重新定义你的影响力和地位 第二个 利用目前这种混乱也好 变动也好 去重组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 利益和窒息的歌曲 这个是正在发生 而且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崔老师刚才用一套 哲学的方法论 给我们来论述了一些 英国为什么不必然走向衰落 它还有可能同换新生 这样的一种前景 但是我们都是现实的人 这个现实的去看 如果说把英国的国力 分成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话 那在两个方面 其实现在都在 有很大程度上的下降 对 软实力 比如说女王的离世 对 那女王不仅仅是英联邦的一个元首 这个查尔斯国王也可以干 但是女王的魅力 她的优雅 她的铅和 却是绝不可为复制的 所以女王在很大程度上 帮助英国提升了她的软实力 女王就像帕金顿雄 女王就像伦敦的电报亭 女王就像英国的很多创意产业 或者是像哈利波特一样 强大的文化象征符号在里头 她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象征符号 但是现在女王没有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这就是对英国软实力的一大损失 那我们再看硬实力 我其实不太赞同 刚才两位视频连线的嘉宾 关于特拉斯的一些评价 我个人对特拉斯的评价比较悲观 因为她的三大政策里面 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比如说减税 那是保守党的传统政策 对吧 要给企业更多的活力 减轻他们的负担 但是另外两项 比如说加强NHS NHS就是加强国民健保系统 还有就是帮助民众来付能源账单 这都是很明显的工档色彩的 要花财政钱的 比如说能源账单 就要价值超过1000亿英镑 100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GDP的4.3% 这么大的一笔钱拿出来 英国从哪拿 当然是要借债 那就会进一步地恶化英国的 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 这才是反映到市场上 所以英镑才会从今年年初 到现在下降了15% 因为大家对于英国的财政开支 觉得它花了太多了 一方面要减税 就是减少财政的收入 另一方面要花这么多的钱 要增大财政的开支 这一进一出 是多大的一个无底洞 我打断一下 赵成直接挑战的是凡夫 凡夫来回应这一点 凡夫请说 我们当然都明白这个事情 一定会出现一个 财政收支的更大程度的不平衡 但是我纠正您一点 您刚才说英镑在国际市场 的一个贬值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您说是15% 首先您要知道这个15% 它是针对美元贬值了15% 而美元在今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 包括联储的一个加息幅度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如果要按照这种比例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主要货币 包括日元 包括人民币 包括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储备货币 针对美元都是在贬值的 就相当于是所有的国家 现在财政都是处在一个极度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归因首先是不对的 Mr. Fischer 它是一个人的财政 和国家的一个财政 和财政 我认为这样的 它是一个短期的答案 我认为这个 决定是短期的答案 我认为这个 我认为这个 很短期的答案 我认为这个 对社会生的 9月19号 中国国家的副主席 王岐山应邀出席的 女王的葬礼 而葬礼外交 有人就以高度的期待说 它能不能稳定缓和 中印的关系 来遏制英国国内 极端的反华势力呢 针对这点我想 对象区别你的观察 我觉得我们国家 王岐山副主席 去英国参加女王的葬礼 这个是非常就是说 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这种 就是说一种应有的这种气度 也是一个非常符合 外交礼仪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们却还是能看到 就是说英国议会有些议员 就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 我觉得这个确实体现了 这些人的这种小加子气 我觉得这点确实是 对两国关系是非常不友好 但我觉得这只是 个别人的一个做法 这只是小插曲 但是我们就回到现实的问题 中印之间 中印的关系 志凯兄特别明洁 过去半个世纪当中 中印之间其实友好过 也有很多的突破 比如说在西方大国 他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 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 第一个任命一带一路的特势 而中国在欧洲 率先与英国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到卡梅伦政府的时期 双方还是进入了黄金时代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为什么中印却走到了这里呢 志凯 我觉得中印关系 现在限于僵局 是非常不幸的 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国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 英国现在是紧跟着美国的步骤 紧抱着美国的大腿 执行一个反华筹划 敌华的政策 这一点对中国非常不好 对英国更加不好 因为为什么呢 英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 也好各个方面 它需要跟更多的国家 搞平等的外交 不能够把像中国 这么一个大国排除在外 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不管是约翰逊首相 还是宪政的特拉斯首相的话 都没有真正的显示出 一个英国的政治家 应有的风范 要明确看到 在当今世界 怎么对待一个 不断在崛起的中国 我觉得单方面的指责英国 过度的依赖美国是不对的 因为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英国在和英美关系中间 常常是起到一个平衡作用 英国常常对美国 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 不能认为英国和美国 是一丘之鹤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觉得现在中英关系 出现的主要问题 这个背景是因为 英国从脱欧以后 其实无论是 它的国家发展方向 还有它国内外的问题 它都处于一个 危机管理的状态 你比如说现在 在美国的一些影响下 现在英国的这个政策 实际上它之前 它是想维持一个 对华政策的平衡 这个平衡意思就是说 该合作合作 如果该有矛盾 该争吵要争吵 它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但现在看上去 它因为受美国因素影响 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它这个 失衡的状态在加剧 尤其我们看到特拉斯 在当选首相以后 在当选首相之前 它有过一些言论 我们看到它实际上 就代表着那一部分说 比如说更民粹的 或者说更亲美的 这一部分的声音 洪建刚才能提到了 特拉斯他在当外长的时候 在旺上有很多的极端言论 都是抹黑中国的 批评中国 况且对中国是非常强硬 鹰派的这种感觉 他当首相之后会改变吗 赵辰 特拉斯在他登上了首相之后 会弱化或者是缓和 他原来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 那在实际的政策 实施过程之中 他会更加实用性地 去对待一个崛起的中国 去对待一个 和英国有着如此之密切的贸易关系 而且他又如此期待中国投资 这样的一个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当他坐到首相那个位置 需要从全面的综合的角度 去看待中英关系的时候 我想他的一些观点 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我觉得英国整个政府 政界对华这种 越来越趋于负面 跟英国社会对华这种负面认知 趋于负面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特拉斯就是这些 对华不友好的 或者说有负面认知的这些人 那个代表 而且他也有意地去给自己贴上一个 对华英国派的这么一个标签 我觉得这个标签 现在在党魁竞选期间 已经贴得很牢了 他上台之后 也很难把它接下去了 但我觉得也要区别地看 首先我觉得在言辞上 他可能还继续采取 很强硬的说法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不需要太多的成本的 在具体做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 他可能还更多要关注 国内的议题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 去真正地对中国 采取更大的这种措施 或者一些手段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国内危机解决了 他可能会在对华的方面 有一些可能一些进步的举动出来 包括他提出来 就是说限制中国对英国的投资 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落实的 我觉得 会落实 你会落实的 这一部分来讲 那如果落实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中英关系呢 我再跳到美国现场的凡夫 我个人的观察是整体的趋势而言 中英关系很难变得更好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趋势 所决定的 我觉得这个和是谁 现在来做英国首相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整个一个国际大局势决定的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中英关系变得更坏 这种可能性呢也不大 就是说首先第一呢 就是刚刚大家也都讲到了 贸易投资上的这种联系 这个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锚 这个锚只要还在 那么呢中英关系就不会走到 这种崩溃的这样一个地步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一刻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挑战 你用了深呼吸吧 我用了深呼吸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挑战 在这一刻 有很多挑战 我觉得一件事是 美国真的没有确定 在中国上过一段时间 我认为我们开始 慢慢发展一段 我认为在 中英关系的 对方式 对方式 她是非常划算的 她是很划算的 我相信 那是可能 我希望 就是要似乎 要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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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的 她是一个比方式 更划算 一切 中国的大伙伴 大伙伴 你可说 要似乎 这个是中国的 中国的年轻人 没有 中国的国家 现在 能感受 没有 不过 中心的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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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英国商界来说 他们是希望和中国继续保持 现在的这种良好关系的 所以英国政界和英国商界的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未来将来这两派如何博弈 我觉得新冠病毒现在已经过去 香港问题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提 那么可以重新考虑中英关系 重新定位了 好 谢谢所有的嘉宾 在谈到中英关系的时刻也别忘了 E320曾经来到了中国 他曾经到昆明种下了友谊的玫瑰花 他曾经到广州种下了友谊的橡树 这些玫瑰花 这些橡树 其实就是我们对接下来50年 中英关系的期待 希望双边的关系是能够花香四溢 知凡夜貌 感谢格力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再会 您对接下来中英关系的期待又是什么 不要把中英关系绑架在中美关系上 希望英国的商界和政界的有识知识 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 希望英国能够重新回到一个理性的角度 和中国发展关系上来 找到一个更正确的更光明的前行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夜十序直动车 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够真正我们有机会 能够看到中英关系的改善 我们下期待